有关ChadGPT的这个创业职业的一些机会 我们应该讲 首先来说我们认为ChadGPT它其实是能复能各行各业的 包括ChadGPT它平台性的一些技术突破 带动了全行业AI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提速 ChadGPT是AIGC 我们经常提到这个词吧 对不对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它的技术进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 而且这个模型使得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创作 它的技术成熟度大幅度提升了 以前我们总觉得人工智能可以改个名字叫人工智障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人工智能 有的时候特别不智能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ChadGPT它能够快速的出圈呢 就是因为它好像是达到我们心目中对于AI 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想象 它震撼到我们 它的一个技术的成熟度 包括它的一个提升度达到我们的预期 所以说呢 它有望成为一个新的全行业都在用的生产的工具 这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快的去推出我们现在这样的课程 让先让一部分人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工具去用起来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预见到各行各业的人 包括你可能去商场里面卖衣服的这些销售 对吧 包括一些房产中介 可能它现在它还不了解ChadGPT到底是什么 但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很快 它也会用上这样的ChadGPT 比方说我是一个卖衣服的销售 对吧 我私欲里面包括我的这个某信上面有很多好友 我要不断的去发朋友圈 形成这样的一个广告 让我的这个好友去看到我在卖什么东西 然后呢写文案其实挺头疼的对吧 然后我利用这样ChadGPT去形成我的销售文案 然后每次都不太同样的对不对 而且写的不错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很可能很快的 像这个怎么说呢 大流行一样 很快的被很多人所使用起来 好不好 能够提高能够提升了这样内容生产的一个效率和丰富度 在未来的文学创作图片绘制 包括视频制作呀 游戏内容 包括一些剧本杀呀等等 都可以利用我们的ChadGPT 或者其他的一些AI的工具去实现 好我们来看在各个领域 ChadGPT的一些应用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影视后期 替换掉列级艺人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难搞的问题 这个因为影视的制作周期是比较长的 有的影视作品制作 拍摄完了之后呢 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制作周期 就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些艺人就出问题了 对吧 然后呢搞得这个方式非常头疼 他要去重拍呢 这样成本太高了 他没有这样的这个预算 对吧 但是呢如果说 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个拍的电影也好 电视剧也好 没有办法相应 对吧 没有办法这个播出 怎么办呢 通过AI的方式去替换掉 我们的这些列级的艺人 然后同时呢 还有第二种 我们说的现在是影视领域里面 影视后期方面的应用 那么第二种呢 是多语言一直偏的音化同步 这个说起来好像比较绕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不好 当然不是这方面应用 但是很类似 大家你在看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国产 看看电影哈 流浪地球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看过 对吧 流浪地球里面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不同国家的这个 这个人 在说话的时候 因为他带着那个太空里面 那个 那个头盔 对吧 他是有一个同声传译的系统 对吧 我现在 我说的是中文 然后你在 你比方说你是个俄罗斯人 对吧 你在你的这个耳机里面 听见 听见的是 实时传书的 实时翻译成俄语的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 看起来是科幻哈 但是很可能在我们 不远的将来 很近很近了 因为他已经做得很优秀了 对吧 在不远的将来呢 很可能我们马上就会见到 这样的一些工具了 所以说有一些学 同声传译的小伙伴也好 或者说有一些家 家长 你的孩子 在学同声传译的话 其实这个行业 当然精细的同声传译 可能还需要人 但是这个行业 有点可能会被AI替代了 那我们说第三个呢 一个是后期里面的应用 就是作品修复 对吧 有一些我们 之前分辨率比较低的 需要去增加分辨率 去改善一下画质的 这个都有 然后第四个应用呢 预告片的生成 他可以去自动的给你剪辑 对吧 根据他的文 段落呀 他对段落的自动识别呀 然后去给你剪辑一个预告片出来 然后第五种呢 就是影视内容的2D转3D 对吧 就把一个平面的这个 没有立体感的这个 视频内容去转 转做一个有实 有立体感的3D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特效的制作 影视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特效的制作 包括复活已故演员呀 包括高难度动作的合成呀 也包括这个演员的年龄的跨越 因为有的时候 制作一个影视作品 可能里面 可能里面涉及到的 演员的年龄跨路会比较大 对不对 有的时候如果用不同的演员呢 观众又会比较出气 要怎么办呢 就去复原 比方说这个演员 这个年龄大了 对吧 去复原他年轻时候的一些感觉 还是这个人演 但是演完之后呢 通过AI 去把他做的年轻一点 对吧 做的比较天衣无缝 大家也 如果你去看了这个 《流氧地球2》的话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包括吴静也好 《流氧地球2》也好 他们年轻时候 其实都是通过这样的技术去做的 所以说有的技术 其实现在已经在落地了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场景的制作 包括虚拟物理场景的合成也好 或者说高难度的动作合成也好 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还有一个GPT专属的 这样一个方向 就是剧本生产 我不知道 我没有试过 后面试操课 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看 Chat GPT 能不能去写剧本啥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有没有这个兴趣 后面我会为大家演示一下 好不好 看看他有没有写剧本啥能力 可能会有 可能他并没有写这个数据 并没有给他喂进去 对吧 算法并没有给他算出来 他可能不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剧本啥 但是写剧本 他是可以的 写小说也是可以的 对吧 后面可能喂完数据之后 我相信他也肯定也能具备写这个剧本啥能力 所以说这是影视领域四个方面 我们可以去着眼着手的 创业也好 从业也好 这样的一些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娱乐领域的一些 可以被我们创业也好 或者说这个选择职业的时候 选择行业的时候进行参考的 那么第一个娱乐方式的改变 人脸美妆呀 人脸融合呀 包括黑白图图像上色呀 后面我会讲到 普通人我们小小的个体可以利用AI去做的 有一些小小的这些项目应该怎么去操作的 后面我会去讲 那么第二个类型呢 第二种呢 就是图像之作 包括风格的一个转换 对吧 大家经常见 一个这个漂亮的小姐姐 然后转成那种漫画的感觉 对吧 这个就是AI去做的 那么 还有人像属性的一个转变 对吧 有一些特效啊什么的 本来是个男生 然后一照变成一个女生 然后看看女版的你长什么样 或者女生的话 看看男版的你长得有多帅 对吧 这种一般的会引起一定传播 还是有的时候挺有趣的 那么第三种呢 虚拟偶像 跟大家也见过一些了 对吧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虚拟的歌机啊 唱歌的一些 包括虚拟的网红啊 虚拟的带货的直播啊 这个主播呀 对吧 还有一种数字软声 数字软声啊 这个就跟这个 研究结合比较多了 跟研究结合比较多了 这个用户 由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跟自己形象特别类似的 这样一种 阿凡达 替身 对吧 去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或者去到一个元宇宙里面啊 代替自己去干涉干纳的 就这样一种应用啊 说到这里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呢 有没有看那个电视剧的三体 对吧 那里面对于一些游戏场景的呈现呢 其实是 有点这个数字软声的意思 但是它不是数字软声啊 而只是一个影视之作 对吧 里面呢 这个主人公 这个汪淼 对吧 包括其他一些人物 他进去之后 其实都是跟他在现实中的 这个形象 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形象 对吧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应用方面 那我们再来到第三个方面 电商领域的一些应用 或者说一些创业机会也好 从业机会也好 好吧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商品展示 也就是说 智能的商品的详情的 可以用GP 可以用GP去生成 包括商品三体模型的生成 可以用这个图画AI去做 对吧 然后呢 AI加元宇宙 可以去制作虚拟的商城 这样的一个搭建 不用我们人去 一点一点去搭去建了 对吧 这弄一个档口啊 那弄一个房子啊 然后这弄一个什么东西 完全可以由AI来自动生成 或者说你给他一些指令 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里面是什么样 外面是什么样 对不对 给人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描述完了之后 AI自动去给你形成这样的一个场所 还有第三点呢 虚拟直播 品牌虚拟直播带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 其实现在呢 已经有一些基础的应用了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这也是一个方向 那么第四种呢 营销和客服 对吧 有的已经 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营销视频的合成 有的东西 对吧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好像不是真人 更多的是智能客服 很多的大厂 包括一些国企也在用 对不对 因为咨询量 咨询的单太多了 咨询的人太多了 它纯运用人工去回复的话 它回复不过来了 它的成本覆盖不住了 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 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吧 需要去面对消费者的这样的部门的话 很多都已经启用了这样的智能客服 或者说它给你打一些营销电话 对吧 我们接起电话来 十六八九对面那个不是真人的销售了 现在已经 尤其是客单价比较低的 比较容易成交的这些 它已经敢用这种人工智能去给营销了 那么最后一种呢 这个VR场景的一个构建 这是我们电商领域 在GPT 包括其他的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 一些创业 一些职业的机会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的传媒领域 对吧 包括虚拟主播的这个播报也好 AI的主播也好 这个我放一个截图 甚至我们上一节去介绍企业的时候 也用个同样的一个截图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媒体编辑 包括写稿的机器人 包括这个智能视频的拆条 包括这个自动切片 混减 包括视频字幕的一个生成 对吧 现在可能大家可以看 我们经常用的一些工具 包括剪映什么的 它都是有自动识别字幕功能的 对吧 很多这个视频剪辑软件 都具备这功能的 但是你会发现 它里面识别的 这个是层次 不是很一样的 有的识别的比较精准 对吧 但是有的这个APP呢 可能识别并没有那么清楚 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呢 这背后其实就是 它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有没有比较优化 对吧 比较先进的一些算法 能够更加准确的去识别 这样的语言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媒体采访 媒体采访 可能以后 对吧 我们在接受一些采访 媒体采访的时候 或者说看到什么天气预报啊 这个呢 这个各种的时候 都可能是 不是在面对真人 而且 我们可以预见的 CADGPT这么强大 可能它会幻化成人形 现在因为我们是打字 跟它交流 可能后面会变成一个人形 跟我们面对面 或者隔着屏幕 去这样的沟通 去这样的交流 它能够理解 不但理解你的语言 能够观察你的表情 能够理解你的情绪 它会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 来理解你的气情流域 这不是幻想 那么最后一个种呢 数字完胜 对吧 数字完胜 刚才我们讲过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工业 医疗 教育领域 有哪些应用 包括工业设计方面呢 我们可以利用到 人工智能或XGPT呢 去辅助做一些工程设计 去写一些简单的代码 去写一些指令 也包括它加速速度完成系统 那个构建 然后医学影像这个方面 应用就更广泛了 对吧 大家知道 医学影像领域 其实是需要这个医生 去识别的 对吧 这个就是纯纯的识别 你看的越多 你识别的越多 你的经验就越丰富 你的识别率就越高 那这个方面 其实人类是没有办法 跟AI去媲美的 只要给AI足够的数据 它其实 有的时候是我们病人 不放心 对不对 但是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AI 其实是比人类的识别度 更高的 它是看得更准的 所以以后 大家去医院 可能给你看这个片子的人 不见得是个老医生 对吧 老医生可能没有AI 看得那么准 还有智能病例 那些侮辱 如果有从医的 这医生 护士 护士当然没有 医生朋友 医生学员的话 我们的医生学员的话 你可能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 对不对 就是病例真的是太麻烦了 别人写病例 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对不对 但是有个AI给你帮助 可能智能病例的侮辱 会给你节省很多的劳动 让你省很多的心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医疗相关的 包括合成肢体的一个投影 包括去用SATGP或者其他的人工智能去形成这样的一种陪伴的医护陪伴的这都是我们的应用的领域 然后最后教育培训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应用 包括我们去合成历史人物 对吧 用一种贴合他的身份 贴合他性格的方式去给他搭配他的形象也好 他的这个音色 语音也好 说的话也好 对不对 去贴合他的人物去做 这样一个虚拟的视频 然后呢 还有虚拟的教师 可能以后我们的教育培训业 对不对 很多的老师都变成我们这种虚拟的教师了 然后还有线上的课堂 音视频的一些处理 然后呢 刚才我们讲了 这些大的方面 对不对 有一些创业的机会都蕴藏在里面 如果你是个有心人 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些课呢 我希望我能给你起到一个抛转领域的作用 好不好 这些领域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那些领域是你擅长的 或者跟你现在手中上做的事业啊 跟你做的所从事的专业相关的 你可以格外关注一下 这可能是我们后面的一些创业的机会 或者从业的机会 那我们再来说一些小项目 好不好 我们说一些 目前来讲 我们普通人着手就能去做的 有哪些能可以落地的东西呢 我也是抛转领域 给大家说几个 那么第一个 有赏问答的APP 包括知乎啊 百度啊 等等等等 很多的APP上面都有回答问题 给你奖励的 原来呢 我们需要去手动去写 对不对 很麻烦 所以说呢 这个小钱 可能有的人看不上 但是呢 有个chatGPT之后呢 我们生成一段 有逻辑性的文字 对吧 水平还可以的文字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有机会去 生成很多个这样的回答 去在这样的APP上面 去获得奖励 这是一种便携方式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做投稿 或者代写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配图 对吧 左边这种投稿的渠道 其实是非常多的 大家如果有新的话 你去搜 对吧 几百上千亿天的内容 甚至有了出价高的 有了几千上万的 他都给你一些具体的要求 你可以根据他的要求 然后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要求给到 Chad的GPT 让他去生成相关的内容 这其实就是信息差 我们很多的 普通的能过地的小项目 其实都是一个信息差 这就是我们将掌握 Chad的GPT 这个信息差之后 我们可以让他去 帮我们去代写 然后写完之后呢 我们自己看一遍 过一遍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直接提交 对吧 这也是一个 可以变现的小项目 那么第三个 个人自媒体 我们都知道 做自媒体很难 难在哪呢 难在说 持续的不断的 做内容的输出 对吧 我没有选题了 或者说 我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写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ChadGPT 去让他帮我们 去生成我们想要的 这样的内容 他的 他可以生成的内容 其实是海量的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呢 也值得大家去关注 好不好 如果你是自媒体 从业的朋友呢 ChadGPT 这个工具 你一定不要错过 对吧 不管你是写文字也好 还是为视频 写文案也好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 你尝试去用了 你慢慢去接触了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对吧 我在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做一个 塔罗牌的账号的话 对吧 你可以先通过 ChadGPT去学习 去让他给你一个 学习路径 对吧 让他给你列一个大纲 我通过什么样的路径 去一点一点 学习这个塔罗牌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框架 输给出来之后 一点一点的 通过它里面的具体信息 去摘出来 去做你的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所以说呢 ChadGP可以作为我们自媒体人的一个智能团 好吧 只有具备眼光和具备执行力 这两样同时具备的人呢 才有吃到第一波螃蟹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好 我们再说下一个 AI绘画 这也是个信息差 信息差的生意 对不对 怎么把照片一秒变成动漫呀 绘画呀 是不是 有的人不会弄 去淘宝上 去花钱 几十块钱 一百块钱 去搞一张 对吧 其实现在AI就能自动生成了 你学会之后 你可以收便宜一点 还收钱收便宜一点 然后呢 去这样去搞 智能AI绘画 对吧 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谁都会呀 你不要觉得说 那个 好像你知道了 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这个信息差是永远存在的 各位 信息差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你能学到这个课程 别人学不到 为什么呢 这也是信息差 对吧 你来学了 你学会用 XGPT了 然后后面呢 你用这个工具 去省了很多的时间 对吧 去帮你创造很多 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你和 一个不知道XGPT的 人工智能的人来说呢 可能中间就差了很多的事情 对吧 这也是一个 可能人可以编写的机会 那么还有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这个某信的小程序里面搜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XGPT的这样的一个 一些小程序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都不是官方的 这都是个人去搞的 你可以去看他认证那个主体 一般都是一个个体工程库什么的 这都是个人去搞的 他怎么去搞呢 他去先买OpenAI的这个付费 月付费也好 什么样的付费也好 对吧 然后再弄到这个小程序里面 给你几次免费体验的机会 然后体验完了之后呢 他也会引导你去付费 就是他比方说他花20块钱买的这个服务吧 对吧 然后花5块钱卖给你 然后多卖几个人 他就可以赚钱了 就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方向吧 如果你了解完XGPT之后呢 你想做一个这样的小程序 现在虽然说已经有一些人在做了 但这还是一个可以变现的一个小项目 最后一个我们再说一个 也是个信息差吧 老照片修复 不知道怎么修复的人呢 可能觉得比较复杂 对吧 需要专业的能力也怎么样的 也是去淘宝上50到200亿张不等的 去找人去修复 其实呢 对于AI来说呢 这些都是小问题 对吧 小事情 也是个信息差 如果你讲过这个呢 你也可以去接单 可以去帮别人去修复老照片 好吧 这也是一个AI配变现的一个小项目 一个小机会 我在这里抛人引玉 然后给大家声明一点 好不好 这些东西呢 是我各种不断总结 不断观察 然后去观察出来的 有一些兄弟姐妹也好 有一些这个朋友也好 在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所以我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适合你呢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不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你也要避免踩坑 不要被骗 就是这 就是简单给大家提个醒 然后呢 我所有上面讲的 包括这个创业机会也好 对吧 各个领域的一些应运也好 也包括普通人 立刻马上就能做的一些 小的变现项目也好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为大家抛砖引玉 抛砖引玉 XGPT能做什么东西 对吧 包括一些其他的 现有的一些AI的工具 我们能利用这些工具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给大家起到一个 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然后面呢 我继续观察到 还会更新在这个课程的后面 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后续的更新 我如果观察到 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项目机会 有什么 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机会 我都会分享在这里 供大家来参考 好吧 请大家来仔细的申别 来选择 适合自己 自己可以做的 自己能力范围内 能够接受的一些东西来做 好不好 我们今天这些课呢 就到这里 后面呢 我们会分享更多 然后这些课学完呢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 是操环节了 后面的话 我会结合 我们 明镜 能